禮ota曲 GLOBAL 梲 году 词曲 ulo terminale 高御前天路 江山远离心 青凡月初天云 不出不逝不远前 自散散春风飞雪 零来四季化四季 穷去光河如草涌 长江湾下一周期 甘永那灵山水 强调人间陷阱 文化日圈外 少我情过敏 风云千年路 江山关离心 青凡月初天云 不出不逝不远前 不出不逝不远前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大陆巡奇 撞游青海活动呢是在今年7月举行的 是节目第一次邀请观众参与的旅游性制作的一个活动 结果呢整个活动非常非常的成功 回来之后大伙成为真正的好朋友 我想这是此行最大的收获了 而今天的撞游青海呢将要到护柱县去看看 跟藏族人完全不同的土族 跟土族人做个朋友 了解土族人的生活情况 青海是一个地大人稀的省份 夏天凉爽舒适 冬天则有几个月份是严寒 每年的五到十月份是最好的旅游季 满眼是看不完的美景 人与大自然融合 是疲惫的心灵有暂时歇息的机会 除了藏族人之外 青海也有很多其他的少数民族 比如青海省护柱县 就是土族人聚集的地方 土族人是何时来到青海省定居的 到目前为止呢 学者专家意见不一 还有带进一步的论证跟考察 这次互住县的拜访不是考据历史 或是少数民族的研究 而是想轻松点看看这些人生活的情况 他们是住在平地的民族 我们就在这善意的允许下走进院子里去瞧瞧 在院中呢有一般的老百姓居住着 也有一个县级的招待所面积很宽阔 在招待所中我们看到宽阔的大厅 还有大抗室的住房 为了接待外地的嘉宾 还有床的设备 假如时间能配合得好 或许我们会在此地落脚 至少呢可以参与当地的生活 过一天土足式的日子 那将是非常好的回忆 在院中的民居里看到一位少妇 正在和面擀饼为我们准备午餐呢 青海是个产麦的地区 因此当地人是以面食为主的 单说饼呢就能做出几十种的花样 其他的面食像是撑面 擀面 血面 花样是多得很 还有饺子 馒头 锅贴 当然更不在荒下 土足人对于吃呢并不考究 他们认为饼是最实惠的 可以在胃中存留较长的时间 分收了以后呢要粮食 家里五穀分担 就要在这放在这里 那么这些呢都是他的粘和粘 家里的佛刊一样 那么家里他也有寄的佛刊 那这是面柜的 这是面柜 这是呢他们的 这个就是呢 橙面 就把木面 因为这样呢 这个木勺吧 它不容易潮湿 或者不容易生虫子 而且呢土足它有一个 储存猪肉的一个最好的方式 这个储存方式呢就是把肉呢 晾冰了以后呢再放到面里头 放面里头呢 然后再把面呢搁下去 这个肉呢就可以吃很长时间 它也是一种储存肉的那种 那么面呢可以把肉的空气隔绝开 这个肉呢就不发生不便 可以放一年 都不发生的 很新鲜 很新鲜 像这个他们的这个是左箱房 右箱房 那么像这个房子就是糖屋 然后左箱房 像这个就是主房 那么家里头的老人 或者是进入老人们 就在这边要 那这是抗柜 像这些呢就是抗柜 就是钱桌 钱桌 那么它是家里的一家之种 就是这种你的同事 同事情 那么在这里头呢 他就是自己家里头的主管的财 比如说钱 或者是重要的这些票据啊这些呢 他都放在这里 这边呢就等于他的库房 那么这个家里有老人 他们把棺材 瘦材都做好了 他们他的瘦材呢就摆在这里 土族是一个勤劳热情的民族 尤其是妇女 几乎人人都是全才 他们从小就被训练成能内能外 在家做活出外耕田的好手 像这位祖母级的老人家 正在那鞋底 这种镜头只有50岁以上的人 才看过也才看得懂 而现在呢 则被当作纪念品卖给观光客了 时代的改变 年轻的一代接受现代教育 土族也正快速的汉化中 老一代的人对过去 有着说不完的回忆 逝去的日子中 竟是土族的点点滴滴 他们担心有一天 土族文化将会被 时代巨浪所吞噬 土族女儿有着健康美丽的风采 从服装上 我们已经能感受到青春盛开花朵的芬芳 在一个土族人聚居的社区里 我们的团员受到热情的欢迎 他们欢迎这群来自海峡彼岸的朋友 到土族家庭去做客 安照舞最具土族风情也是土族的代表作 这是遇有重要节庭或是重大节日时才跳的一种舞蹈 他们把我们的来到 列为今年度土族最重要的喜事 所以目前是以最大诚意在庆祝者 轮子秋也是欢迎的项目 这种活动通常在秋收后举行的 作为庆祝之用 由此可见 他们是如何重视我们的拜访 希望明年此时能再度光临 土族最大特色就是 花儿会 花儿会可以在任何地方举行的 山威 水牙 礼堂 广场都是好地方 而唯一不能举行的地方是在自己家里头 土族的家长绝对不许子女在家中唱情歌的 现在我们了解看看五峰山上土族花儿会 跟他们的特色和当地的民情风俗 土族人的宗教信仰主要是佛教 但是也崇拜其他的神奇 基本上他们对任何宗教都十分尊重 因此养成善良的本性 平时很少与人争执 凡事都以理性去解决 每逢初一或十五在佛寺中 总看到烧香膜拜的人们 即使不求什么 也不忘来此地行行礼拜一拜 这是一个不一样的日子 一年中定了这一天举办多民族的花儿会 有人趁此先绕佛塔来增加些功德 由于是多民族的参与 所以一大早就来自各地的各民族的人潮 涌降这座小山 由四面八方蜂涌而至的人潮 说明大家对这个活动的重视 比起在室内举行的花儿会 在室外可是盛大多了 活动没有开始跟结束的时间 反正这一整天 随时可以随性而至的唱歌 无论是与不是 都可以随时应和 气氛相当轻松融洽 在花儿会上最精彩的是对唱情歌 人们可以把自己思念情人的情怀 尽量地唱出来 对歌的人呢 虽然不一定是心中想的情人 但歌声依然情意绵绵 对歌结束之后回到家里 再也不许唱了 所以每年这一天 是有情人尽量倾吐新生的日子 即使没有回应老天已经知道 她会助有情人成为眷属的 花儿会举办时 午餐不是自己带来 就是就地吃上一顿 然后再接续唱山歌 直到夕阳西下才尽兴而归 我们是在午餐时返回下榻之处 这一天 主要的面食里头 我们现在吃到的 这一是孔锅 孔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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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像面包一样的孔锅 这个呢烤得很好 这个呢就是背口袋 这是里头有东西 有内容 然后呢这就是呢 狗酱料饼 还有吃的呢 就是蒸的花卷 就是我们刚才蒸的馆头 这样的话有蒸的 有烤的 有烫的 有烫的 在里面包的是什么 包的是由青棵面和玄麻草 玄麻草晒干以后呢 黏成碎末 然后呢用这个青棵面粉 搅成糊状 在这个饼子摊开以后呢 饼子里边卷上 然后再来吃 这叫背口袋 我们吃一个这样的东西 就等于我们背了一个口袋 如果你吃两个 就等于背了两个口袋 吃了三个口袋 就等于背三个口袋 吃一个是尝一尝 吃两个是吃饱了 吃三个是吃多了 是一道饼子 这个饼子叫狗浇尿 为什么叫狗浇尿呢 它就是把这个饼子 因为在这里以前 尽管这油菜花很多 过去的时候 油呢很少 那么它有一个 就刚才烙饼子的时候 要低油 那个油壶呢 油壶上低油的时候很少 就像狗浇尿一样 所以大家叫它狗浇尿 一个是油很贵重 另外一个呢 就是让它撒上去 哦 这样的 狗浇尿 牛 牛饼 这就是了 有些你尝尝 尝尝尝尝尝尝 在土族人家中做客 少不了敬酒的 按照土族的规矩 女性敬男性酒 男性必须一饮而尽 不过男性敬女性酒 女性却不能喝 我们问他们 这到底是啥规矩 大家也说不上来 一桌丰盛的土族大餐 主人意犹未足 我们已经必须要上路了 在门外呢 又看到妇女正在挤牛奶 鲜奶加上已经发好的面粉 将用特殊的方法 烤成土族最传统的面饼 供我们在路上食用 饼中所内涵的盛情 使大家感到非常的温馨 这趟的土族拜访 不仅是丰富的知性之旅 也倍感温馨 在临行前呢 对土族刺绣 做了匆匆的最后一撇 我们要继续赶路了 我们来到勒都县驱坛寺的时候 已经是下午时分 驱坛寺是在明初 就已经新建的佛寺 历代都遵奉太祖遗制 给予重修 明朝初年 一位在青海湖修行的喇嘛 名叫桑儿加查石 带着他的弟子 迁移到驱坛寺县址 建了一座小庙安居修行 桑儿喇嘛到南京 向明太祖朱元璋贡马 太祖大喜赤封了他 并命他主管这代地区的宗教事务 朱元璋知道 释迦牟尼的族姓为驱坛 就把这座校佛寺改为驱坛寺 再拨款予以重修 有了更好的规模 明朝后代都大力护持 至今殿中仍然供奉着皇帝万万岁的牌位 正是明太祖的神位 明太祖对驱坛寺的护持 是为了安定边缘跟联系西藏的政治 所以在明朝当政的时代 曾有七位皇帝 先后为驱坛寺下达七道圣旨 两道告命 封大国师 国师各一 搬给大金印一方 杜金银印一方 象牙图章两方同印一方 可以说是佛教最受恩宠眷顾的一座佛寺 在黄昏时分 我们离开山区回到了西宁 夜市是西宁最吸引观光客的所在 各族的美味小吃聚集 香味四溢 真是目不暇己 连坐选择有点困难 西宁的小吃仍以羊肉为主 也是最畅销的食物 价钱非常便宜 如果花上十到二十元人民币 在此地能吃得很饱很丰盛了 这种砂锅在当地非常畅销 但是有人偏爱羊肉锅贴 另外还看到各地风味的小菜 都令人垂涎三尺 撞游青海是一趟艰巨的任务 也是一次知行之旅 那种感受是与众不同的 也是极为美好的回忆 伯勒市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北边缘 再往北走就是苏俄了 距离首府乌鲁木齐大约是455公里 这是一个边界城市 清朝光绪十四年至金河直立厅 在民国九年至伯勒县 而伯勒是蒙古语 它的意思是银灰色的草原 在这儿的居民有蒙古族 有哈萨克族 有维吾尔人 有汉人回人等民族 也是一个风情相当独特的地方 而现在呢 让我们到伯勒走一遭吧 沙漠戈壁滩并不是一无所有的 在北疆的沙气里 蕴藏着大量的石油 而这些密布的车油机呢 大陆人称之为扣头机 它的地层下正是黑色的黄金 有太多能源缺乏的国家里 原有仰仗进口石 这儿的油田就成了国家的宝贝 新疆省像这样的油田到处可见 北疆如此 南疆也是一样 新疆就是古代的西域 清朝平顶准戈尔之乱 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 在战乱弥平之后 乾隆把这些收复平顶的地区 一概称之为新疆 而取代西域这个名称 你这里卖一个多少钱 卖一个三块钱 三块钱啊 这买回去能活多久啊 活到下雪去 活到下雪啊 对 一直到下雪 那什么时候都叫吗 嗯 嗯 还有拉面都是不叫的 晚上就不叫的 晚上就叫啊 看上越热越叫 越热越叫 好好好 在全球的历史上 15世纪以前的世界 是以东方的亚洲为主的 而当时的交通以陆路为主 以车或驼或是马等 往返一趟私路呢 大约需要三年 因此新疆正是一个交通枢纽区 中国丝绸由此进入欧洲 而印度佛教也经由新疆进入中原 所以这也是一条文化走廊 古西域道上 旅设驿站伶俐 佛寺为俄 经济繁荣 文化发达 西域诸国都非常昌盛 15世纪以后 海上私路兴起 取代陆上丝绸之路 当时由英国伦敦到中国上海 乘船只需要三个月就可以抵达 随着路上私路的没落 新疆战时失去了活力 但是阿拉山口口岸的兴起 使新疆再度成为国际要道 这座口岸位在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周近的东北角 是举世瞩目的新亚欧大陆桥 中国段的西桥头堡 也是大陆西部地区唯一的铁公路并行的一类口岸 距离州政府所在地博勒市只有74公里 是新疆对外的口岸之一 公元1206到1271年之间 阿拉山口曾是往返中亚西亚的通道 1956年中共与苏联曾经签订修建兰州 到阿克斗卡铁路和组织联运协定 后来乌鲁木骑到阿拉山口段停建 1989年的春天北江铁路 阿拉山口段开始修建 1990年与前苏联吐西铁路 在阿拉山口站又接轨通车 十年以前大家来到这里看 是一片茫茫的隔壁滩 什么也没有 什么也没有 现在大家看的这个城市的整个面貌 就是通过我们十年所建成的 我们这口岸的整个口岸正式运营 大概是91年开始的 90年开始建设 91年开始就是运行了 到现在也基本上十年了 十年来我们现在总的过货量 累计已经完成了1300多万吨 阿拉山口是国家第一类口岸 是亚欧大陆进出中国大陆的 重要铁公路的临近城市 因此在十年之内 发展的快速是以倍数在成长 是以发展进出口贸易 加工业和中转货物为基础的 口岸城市 也是国家的大门 因此它的快速成长 是意料中的事也是国家的重要经济命脉 由于哈萨克斯坦的铁轨呢 要比中国的铁轨来得宽上8.5公分 因此呢所有的铁路货运的货物 来到了阿拉山口岸这个地方 都要进行一次换装 那么在阿拉山口岸呢 总共有7个换装的工作站 那么其中有一个呢 更是亚洲最大的一个换装工作站 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么繁忙的一个换装工作里面 从哈萨克斯坦运来的货物呢 大多是以肺钢 肺铁等等的肺金属为主 而从中国运到哈萨克斯坦呢 这是以日用品为主 阿拉山口地区是著名的风口 属于典型的大陆气候 中年都挂着强风 年平均气温是摄氏8.1度 虽然每年的降雨量并不高 但是地下水却相当丰富 水质也相当好 大约在两公尺以下就有地下水 海水层厚达30到50公尺 所以这里呢是绿洲地带 有树木有水草 不像南疆如此的干旱 阿拉山口口岸不仅是用在货物的运输 也是旅行运输的重要交通口道 外国人进关必须办理签证入关手续的 而出关的人呢 也必须有护照跟对方签证才能放行 阿拉山口口岸公路通道1992年临时开通 1995年正式向第三国开放 至今客运量已经达到40多万人次 出入境的货物量达到1500多万吨 是快速成长的边境出入口岸 因此这个铁公路同时发展的新兴口岸 在未来世界的多元化发展之中 它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 现在我正站在阿拉山口岸的公路的这个边防站 那么我们看到呢 对面正是从哈萨克斯坦开来的一辆货车 它正在等待着要进入这个中国的这个岗哨 那么我们知道呢 阿拉山口口岸是中国唯一一个 这个拥有铁路以及公路两种岗哨 边防岗哨这个口岸的一个城市 所以是唯一的一个这样的口岸 那么我们看到呢 在这个地方呢 这个风相当的大 据说呢在阿拉山每年平均 每天平均的这个风力大概在八级以上 所以我们要非常的小心 他们这边有一个笑话就是 如果你的这个帽子不小心 把被风吹到了这个边防站 无外的就是哈萨克地区呢 他们就要竖起一个旗子 来抗议说你们的东西掉过来 所以我们还是小心一点为了 这个口岸的管制 以边防海关办法来管理 尤其是来往车辆更为重要 此地车辆出入的办法 两国都有明文规定 手续呢必须事先办好的 在最后关卡才盖章放行 出国旅客一切的手续 跟其他任何口岸是完全一样 哪怕出国仅仅一天 也同样得办签证手续 这班国际列车 每周对开两次十分的方便 现在的时间呢是早上10点20分 那么这条铁路呢 这个火车从昨天晚上11点钟 自乌鲁木齐出发 到今天早上8点多到达了阿拉山口 并且即将在11点钟再次的出发 这条铁路的起点呢 是在新疆的乌鲁木齐 那么它即将要到的地方 是在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 这个地方 但是自从1992年 这条铁路开通 也象征着亚欧第二大路桥的 整个的开通 那么这条的铁路呢 整个横管了大概有10300公里 都可以到中国的连云港 西呢可以远到荷兰的路特丹 那么整个横管了亚洲 东欧以及西欧等等7个国家 而阿拉山口这个口岸呢 就成为了中国最西方的一个桥头堡 阿拉山口口岸的重要性 跟其他所有口岸是大致相同的 是与更北方或西方国家 沟通的大门 来到阿拉山口镇 我们已经来到中国最北方的大门了 这个边城所带给新疆省的 是源源不断的黄金滚滚 阿拉山口 边城的风沙 边城的旅人 都带给人们汲取浪漫情怀 能丢下一切云游天涯吗 这也是幸福的 新疆也是属于地大人稀的地方 而干燥是最大特色 每年降雨量不超过200公里 它冬季非常寒冷 有许多野生动物在这里生长着 它同时是狗籍的主要产地 因此有北疆必须看看 北疆到底有哪些特色 博洛市东北方48公里处 有一个奇特的风景区 就在阔伊塔斯山区 哈萨克语的说法是 遍地如洋的石头 一进入这个山区呢 只见怪石错额 形态各不相同 令人有目不暇挤的感受 跟奇特的感觉 这块巨石像是一个人的脸孔 它比眼俱全 而这些石头呢 又像是几位老者聚集在一块 想象空间相当宽阔的 这是一个非常少见的 庞大的岩浆侵入 岩峰化 水石孔穴造井地貌区 那么这个地方啊 这么奇怪的这些石头 最早是什么人发现的 最早呢是哈萨克族牧民发现的 他们发现的时候呢 就给它起了一个非常独特的名字 叫奎塔斯 就是哈萨克语 叫奎塔斯 它翻译过来的意思呢 就是像遍地像洋一样的石头 就是他们发现的时候呢 因为少数民族的语言呢 比较频繁 比较频繁 它无法用它自己的语言来解释 这就是这种石头像型的这种形状 无法用它自己的语言来表示 所以呢 它就给它起了一个名字 叫遍地像洋一样的石头 就像他们所养的洋一样 这种特殊景观形成的原因非常复杂 是岩石属性 地貌条件 和特殊气候所形成的 加上长期风化的神奇产物 因为它这个内部结构呢 就是说它呢 这个石头呢 主要是花岗斑岩 按理说花岗岩应该是很坚硬的 一种石头是吧 硬度非常高 但是呢它是花岗斑岩 对 花岗斑岩 你就说你没事的时候你可以看一下 你看 它是可以抠下来的这 对 花岗斑岩 比较松的 它的内部结构起来呢 一个栗和一个栗之间呢 特别松散 再加上呢 这里呢 离阿拉山口呢 比较近 风大 阿拉山口的风呢 余风可以顺着这个山沟吹过来 而且就是新疆的天气呢 冷热焦融 就冬天呢 特别冷 就晚上特别冷 中午呢 就特别热 冷热焦融 再加上长时间的雨林呀 日晒呀 就形成了现在目前 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景致 这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功 创造出这举世无双的杰作 它天然的造型之美呢 令任何艺术家难忘其象背 这也是古人的居住区 大约在汉朝时期 这代地方有人类居住的 但是这些也只是推测 没有任何文字记载 而在这些岩石上呢 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的岩画 岩画到今天仍旧十分的清晰 线条很单纯的 所以这就是一个马 一匹马 马的头身体 四肢脚 四肢脂 然后尾巴 尾巴还有点弯 弯翘起来 我看下面还有一只小的 据说这个整幅是一个特别大的一幅岩画 但是经过这么长三千年 经过三千年的历史 三千年的风吹日晒 据说慢慢的就是这一匹马了 据说前面应该是有一个人 后面应该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马拉车 一个马拉车 史书上是这样说的 这是一幅非常完整的 一个马拉车的一幅画 而且据记载还不是这一匹马在拉 就是这辆车不是一匹马 好 并排的时候是有四匹马 这些岩画至少说明了两件事 第一 这个岩区呢 在唐朝时就已经存在处立着 第二 这里不一定是古人居住处 但至少有人在这里生活过 因为在这个山区 曾有一些墓葬出现 这就是唐朝时突厥人的墓葬区 因为在这里曾有墓葬出土 但后来呢 又不知什么缘故荒废了很多年 突厥的墓地呢 它一般情况下呢 它不是说是不可能有一个墓存在的 它一般都是一大群在一起的 要么三五个 要么一二十个成群的 一般是这样子的 它不可能一个墓地在一起 一个墓地在一起 而且它一般建在那个山的坡 山坡下面 而且就是比较避风的地方 就山窝里面 比较避风的地方 这是不是也说明了 以前唐朝时代 这个地方就是突厥人放墓的地方 对 整个石岩区内 岩化和墓葬大约有十多处 这些都证实了过去 却曾有人类在此地活动过 公路两边的绿洲有许多绿色植被 这种景观在干旱的沙漠中来说呢 真正是财富 是水草丰美的象征 而大多的绿洲都种植了枸杞 枸杞在中国医学大词典中记载着 是干肾两精 充补血落之良药 有明目 安神 易经 强音 补不足 月颜色 下凶泄器 立大小肠之功效 有一家有枸杞瓶有多大 差不多哪一家都有七八文就十六文 那一年产几次了 一年就分一个夏枸杞和秋枸杞 那这是夏的还是秋 就是夏枸杞 秋枸杞还是下来的 这是夏天的 秋枸杞现在枸杞 下个月已经下去秋枸杞还没出来 秋枸杞再过一个月就下来 这里是新疆最好的吗 枸杞 比较出名的 枸杞在新疆产地价钱便宜得不得了 枸杞在新疆产地价钱便宜得不得了 美金呢 只有一元人民币 是产量非常大的中药材 新疆地价是上市多元化的 像在温泉县呢 就是一个水草特别丰美的地方 而专家推测 在两亿五千万年之前 准戈尔盆地有广大的水域存在的 就在这沃野之中的沼泽区 人们发现了珍稀鱼类 新疆北尼 就送请政府学术单位 去研究它的存在跟价值 新疆北尼俗名蛙蛙鱼 或是水四角蛇 在脊椎断物的系统演化当中 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而现在是瀕临绝种的保护级的动物 正有人在做人工孵化的实验 那么到1989年 一个偶然的机会 就是在这个阿拉套山 杰埋克放牧的牧名 它突然给就是 在无意当中就是找到 这么一种很怪的动物 它们叫水类的四角蛇 因为它的形态很像这个洗衣 怕经类 那么但是它又生活在水里 所以它们又给它起一个名字 叫水四角蛇 它们一直也不知道 这种动物是不是很珍惜 或者是到底什么东西 一无所知 所以到这个7月到8月份 我的一个学生 就听说了以后呢 就从它的同学那儿 获得了一位这个北尼的幼蹄 就跟我那个饲养缸一样 很小一个幼蹄 它就带回学校 带回学校以后呢 当时其他的老师也不知道 就问我 因为我是教动物学的嘛 就问我以后 我当时特别高兴 它放在一个酒瓶子里头 我说这就是新疆北尼啊 我特别的兴奋 新疆省温泉县 北尼自然保护区 有五道铁丝围栏 在保护着这些珍稀的古老生物 新疆北尼的栖息地 是在海拔2100到3200公尺的 高山泉水溪畔 在高山泉水湖泊中繁殖 而现在种群的数量 大约是6000位 多在夜间觅食 冬季则会冬眠的 它是绝对的国家级保护鱼类 我觉得这些地球上的物种啊 动物也好植物也好 它跟人类是共存的 如果说这些物种要灭绝了 那人类也不复存在的 从东江到北江 是一段知性之旅 它包含了人文 历史 自然科学等等 这正是它最吸引人的地方了 节目中每一次播出的顺口溜 观众都感到非常有兴趣的 我们也鼓励大家呢 信手来写写有关台湾各地风情的顺口溜 而最近左应一位张岁涵先生非常热心 寄来一首最新大陆上的顺口溜 他取的名字叫大嘴哥 他的内容是这样的 请各位仔细听 他说大嘴到底有多大 满席盛宴吃得下 黄金佐料十万元 肚皮胜过黄金价 大嘴到底有多大 三峡工程吞得下 全年突破上千亿 肚内未竹兰河霸 大嘴到底有多大 全国教育吞得下 少年儿童所未来 肚子不管书与话 而大嘴到底有多大 莫非国家吞得下 倘若当真吞国家 山河入渡岂能化 这则大嘴哥呢 你一听就懂了 他形容社会上普遍的一些贪污现象 我想主要是讽刺一些社会状况的 提供您做参考了 而最近我们节目呢 还要制作一个以《红楼梦》为主的一个报道 希望有20位观众 跟我们同行参加整个的拍摄工作 如果您有兴趣 请打电话给02-2789-1492 02-2789-1492 请跟我们联络 节目谢谢收看 我们下周再会 祝福您 好 好 好 其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